双方熬战九局之后,中华队不幸以三比二败给了古巴队。 中华队在决赛中以两胜三败的成绩获得第四名,而古巴队以五战全胜的成绩获得了冠军。 这场比赛中华队先持得点,在第四局上半借着四坏球保送的机会,加上吕明次适时击出了全力打,攻下了两分。 不过古巴队也在六局下半击出一支全力打,加上七局下半连续密集按打得一分。 最后并且在九局下半,古巴队借着一支再建全力打,以三A比二打败了中华队。 中华队今天虽败犹荣,让古巴队饱受威胁,全场两个队都没有失误的表现。 中华队动用了两位投手,古巴队则由葛西亚支撑到底。 比赛结果古巴队以五战全胜夺得今年的冠军。 美国队第二,日本队第三,中华队第四,加拿大队第五,韩国第六。 中华队的江泰拳跟李军明获选为最佳外野兽。 李军次则荣获最有价值的球员。 中国电视公司曾经在今天上午九点五十分起,为观众做了立即岳阳卫星的实况转播。 但是到第七局上半的时候,古巴哈瓦那突然寝逢大雨,使得比赛战时中断。 后来经过一个小时之后,比赛才勉强进行。 但是由于国际岳阳卫星的关系,没有办法播出最后的比赛。 请观众原谅。